一丝不挂的女人被关在狗笼里 忍受着男人给他赐冷水 被水枪的不停咳嗽 房东说他风骚就该洗洗 接着放太妍出狗笼 穿上他精心准备的吊带 还端来插着三根蜡烛的蛋糕 要庆祝这个时刻 房东开心地说 你是我的第三个女人 意味着前两名都已经领盒饭了 只要太妍听话 就不会死 几天前 太妍和男朋友到郊外旅游 和一个路人吵架 搞得一肚子火 接着姐姐珍妮又打电话 问他在哪 太妍嫌珍妮管东管西 不耐烦地把电话给挂了 随后和男朋友来到饭店歇脚 却感觉房东一直在盯着他 感觉不舒服 闪到一边给姐姐回电话 跟他说晚点就回去 房东找到男朋友 说腰扭伤了能不能帮忙搬东西 男朋友欣然同意 就在他转身去搬重物时 房东突然从身后拿钢丝勒住他脖子 等太妍回来时 发现男朋友脖子一直流血 还被房东拿铁锹打死 太妍害怕急了 转身逃跑 却被狗拦住了去路 接着被房东迷晕 随后拖走 等太妍醒来 已经被关进了狗笼里 蜷缩在一边害怕地看着房东 在房东的威胁下 乖乖爬到了他旁边 房东一把拽过太妍的手 塞了一盒火柴 随后转身离开 无视太妍的嘶吼 拉下了电闸 整个地下室陷入黑暗 太妍点燃了火柴 低头一看 一只大耗子在他面前 他害怕地叫出了声 地下室灯光再次亮起 刺得太妍睁不开眼 房东提着篮子走了进来 太妍遭受一整夜的黑暗恐惧 精神状态已经崩溃 房东看到他一旁的尿 笑他像条狗 让他把衣服脱了 太妍犹豫了 房东说不脱就继续待里面 太妍不得不从 把拉链拉开 脱下衣服 接着房东不停用冷水自他 终于把狗笼打开 太妍绷不住哭了出来 房东回到自己房间 换了件花衬衫 理了一下头发 接着点亮蛋糕上的蜡烛 让太妍吹灭 然后开心的鼓掌 说太妍是他的第三个女人 太妍瞬间瞳孔放大 害怕地看前两根蜡烛 房东说只要听话 太妍就可以好好的 问他敢不敢动 太妍当然不敢动 房东心情大好 决定唱最拿手的歌庆祝一下 还说他因为长得丑 才没当上歌手 接着他打开灯球 放入磁带 拿起了麦克风 用公压嗓唱起了荷糖月色 唱得起劲时 太妍忍不住咳了一声 房东怒气飙升 把音乐关掉 骂太妍嘲笑他 接着抓太妍头发 把他扔床上 用力掐着他脖子 还没等他闯过气 让他像狗一样趴着 随即拿起一坨奶油 拍在两腿间 接着伤害了他 夸他比上一个女人好 女人被绑了起来 男人一边戴起手套 一边说他这条狗 居然咬主人 说完拿起钳子 活生生把太妍牙齿 全部拔了下来 太妍疼得全身扭曲 事后 房东拿酒精 清理腿间的伤口 痛得面不猙獰 就在这时 珍妮来到了饭店 想找房东 却不见人影 于是四处寻找 来到了仓库 此时太妍听到动静 试图求救 可发不出声 珍妮没有察觉异常 便离开了 转身撞上了房东 房东对珍妮起了色心 却得知 他是来找失踪的太妍 神色慌张 引起了珍妮注意 在此之前 太妍和他报备 来郊外饭店吃饭 晚上就回去 可失联了好几天 珍妮到警局报案 可老警察说证据不足 不同意立案调查 新人南警看不过去 可又人为言轻 只能给珍妮一张名片 有问题的话可以联系他 珍妮报案无果 只能来到郊外寻找 走街串巷询问住户 纷纷表示没见过太妍 想起太妍说的饭店 便赶了过来 如今房东的异常表现 加上一个路人说 曾在这见过他 珍妮确信太妍 一定是被房东绑架了 又来到警局报案 苦苦恳求老警察 加上南警担保 老警察无奈同意前往调查 路上从老警察口中得知 房东看上去是个老实人 几年前老婆跑了之后 就没有再结婚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他们来到饭店想调查 房东一脸不情愿 但不能拒绝 南警和珍妮进入仓库后 发现了地下室 却没看见地上有颗牙齿 一无所获的珍妮 只能和警察离开 殊不知 太妍就被房东 放在仓库旁边的绞肉机里 房东按下开关 绞肉机开始运作 太妍痛苦不堪 一点点被眷了进去 鲜血不停向四处喷剑 事后被做成饲料 撒给了鸡吃下 珍妮准备起身回首尔 想着妹妹说不定 已经在家等她了 就在离开时遇到了房东 显而易见 珍妮是房东的下一个目标 房东骗她说 看到了太妍的项链 项链现在在家里 珍妮立刻跟着房东回去 第二天 南警接到电话 对方称在一辆 被砸的银色轿车里 发现了她的名片 所以联系了她 此时路人再次登场 说看到珍妮并没有回首尔 南警得知珍妮可能出事 立刻前往查看轿车 确认是珍妮的车 目击证人说开车的是个男人 南警察绝不对劲 夜晚来到了仓库外 拿着手电筒走了进去 而珍妮此时嘴巴被胶带粘着 手脚被绳子束缚 无法挣脱 房东走了过来 撕开了胶带 珍妮问太妍在哪 房东拿出了太妍的项链 笑嘻嘻地说 太妍已经被她杀了 珍妮悲痛欲绝 扬言要杀了房东 房东嫌她吵 又把她嘴黏上 说对珍妮一见钟情 随即开始对珍妮动手动脚 男人把手伸进女人衣服抚摸 说她比死掉的妹妹更柔软细腻 珍妮手脚被束缚无法动弹 她恨不得把房东碎尸万段 被囚禁了3650天的珍妮 没有上过厕所 房东表示敬佩 让珍妮别抵抗了 和她一起幸福地生活 珍妮不为所动 接着房东闻了一下她身上的味道 都发臭了 让她明天洗个早换新衣服 到了明天 珍妮就会求着房东别离开她 房东拍了拍珍妮的脸 转身准备离开 珍妮眼神突然发狠 悄悄松开绳子 结果房东停了下来 她赶紧停下动作 房东回头乐呵呵地说 给珍妮准备了紫色的内衣 说完转身离开 珍妮迅速松开绳子 从床上坐起身来 拿起准备好的小刀 冲向房东 房东立马闪躲 刀扎穿了她的手 结果力量悬殊 房东抓着珍妮头 把她扔到架子上 珍妮痛得起不来 房东把刀拔下 挑衅珍妮这种烂货杀不死她 接着不停用脚踹她肚子 珍妮痛得晕了过去 房东气愤地离开地下室 发现狗死了 回头一看 是邻居 邻居说地下室发生的她都看见了 原来在此之前 珍妮曾向邻居打听过妹妹下落 邻居寄住了她的车 结果晚上看见房东开走了她的车 就知道房东有不可告人的秘密 不想被告发的话 就把她那块升值的地产交出来 而且邻居已经准备好了所有文件 就等房东乖乖签字 房东签完后却没有给邻居 而是要和她做交易 条件就是把珍妮杀了 房东带着邻居绕到仓库后面 被一旁的男警发现 男警赶紧走进仓库 发现门被上锁 他只能找工具撬开 这时邻居在点烟 房东悄悄拿起菜刀 邻居一回头 便被砍死 刀直接插在了脑门上 而男警顺利撬开了门 悄悄走了进去 发现了珍妮 赶紧给她松绑 珍妮崩溃地说房东杀了妹妹 回头一看 房东拿着斧头走了进来 男警还没来得及掏枪 便被房东砍中了头颅 血流不止 瞬间倒地不起 珍妮害怕地连连向后退 房东抡起斧头朝她砍去 珍妮赶紧亮亮呛呛爬起身逃跑 房东步步紧逼 从地下室一路追上来 珍妮反手把门关上 房东不停用斧头砸门 她趁机跑出去躲了起来 这时门被房东砸得稀巴烂 伸手把门打开 冲了出去 珍妮躲在一旁有了想法 等到房东冲出路边时 身后的仓库突然亮了起来 房东察觉异常 拿起斧头赶了回来 她四处寻找珍妮 逐渐有了脾气 问珍妮你在哪 正常人怎么会回答呢 好家伙 珍妮直接蹦到她面前 大喊我在这 房东惊喜回头 珍妮拿着手枪对准她 房东不屑一笑 无视珍妮威胁 小样 就凭你也配指示我 老子杀过的人比你吃的饭都多 说完挥起斧头 珍妮赶紧开枪 结果没打中 房东嚣张地向珍妮挥斧头 还把枪踹掉 随即继续砍她 结果斧头被木头卡住了 珍妮趁机连滚带爬 捡起了枪 把房东一枪打倒 房东夸她干得漂亮 珍妮赶紧问妹妹尸体在哪 房东神气地说 她把太盐放进了绞肉机 切碎了整个身体 说到这 房东还在沾沾自喜 告诉珍妮 当时她来找妹妹 其实妹妹就在这里 还活着 珍妮伤心欲绝 房东还不忘再插一嘴 因为珍妮步步紧逼 她才杀了妹妹 四手五入就是珍妮杀了妹妹 珍妮彻底崩溃 把子弹全打房东身上 还把眼睛射穿 最后 律师说珍妮属于正当防卫 但是后面做的事情 应该是精神问题 珍妮问什么事情 律师说 你杀死房东后 把她尸体丢进了绞肉机里 珍妮眼神凶狠 杀房东的时候 确实精神恍惚 但是把她丢绞肉机里 当时无比清醒 而且再来一次 她还是会这么做